由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学院主持的东北亚安全对话会议代表 这个星期在加州圣地亚哥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聚会 这次聚会的意义何在 是否将推动朝鲜去核化进程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北韩的代表们 就东北亚安全对话议题举行了非公开讨论 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军方官员也与朝鲜核问题 北韩副首席谈判代表里根举行了会面 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朝鲜研究项目主任乔治·特拉诺亚博士 在参与活动之后于星期四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 就记者提问做了回答 他表示这次各方会晤作为东北亚安全对话系列会议的一届 对广泛的议题进行了探讨 我们不仅仅讨论了核项目问题 也讨论了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其他议题 而关于北韩核项目的六方会谈已经中断了将近一年 北韩在发展核项目问题上为所欲为 对于美国与北韩高层最近较为密切的来往 美国国务院一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特兰诺亚表示两国之间虽然在纽约和加州频繁接触 但是都谨慎从事 他们没有进行任何会谈或者谈判 他们在搞社交 出席者相互接触 我认为双方现在都没有出击 他们正处在相当微妙的阶段 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谈判方 是否在核谈判问题上做出了任何评论 特兰诺亚说他虽然不便透露会议的详细情况 但表示会议的气氛是富有创造性的 也是诚挚的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